来 为我们来接下今天的网络世界里的文化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 我演讲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决定的主题 所以这边的朋友就已经有一位问说 是不是可以放置这个专题演讲的PowerPoint 大家如果对我的PowerPoint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面找这个开源之道 就是开放的开 这四个字 那应该Google这四个字就会找到这个演讲 然后包含所有的slide 然后所有的讲稿啊 这些东西都会有 所以大家就看出字表就好 就不用演讲了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演讲的过程里面 通常都是由大家一起来决定 我要讲什么 那大家的手机 如果有手机的话 可以去联到slido.com 然后呢进去之后呢 它是有一个像是聊天室的一个界面 只要输入今天的日期 802 就可以进入这个聊天的界面 那在这个界面里面呢 跟其他的聊天室不一样 你是不用登录的 也不用剧名 是可以是匿名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在教这个班级的时候啊 通常剧名的话 只会受到一些 无关痛痒的问题 那匿名的话呢 才可以受到 真正有挑战性的一些想法 所以各位就是不论想听到什么 然后想询问什么啊 所以是觉得我讲太快了啊 或之类的 都欢迎直接在这个slido.com 然后802这个聊天室里面提出 那如果您就是看到上面 已经有联想问的问题的话 那就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我待会在演讲的过程里面 会时不时的回来这个slido 然后呢按照大家想要听的事情 按照按赞数最多的 然后来进行处理 来进行回答 那如果到就是整个演讲过程里面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完的话 那我们就已经中午了嘛 那我也尽可能的就是 会在上面用书面的方式 进行回答 所以其实我一向都是 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课堂 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说 在这个年龄啊 就是在不管是做终身学习 或者是教学生 我们最困扰的都是 就是在拍下滑手机的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一旦我用了这个方式之后呢 等于大家的手机就被征收过来了 那所以呢 其实也就不会有滑联署啊 或者滑赖啊的一个状况 反而是大家会在想说 要怎么样提出问题 来能够让大家起开来按赞 所以这个在教室经营上面呢 也是有一定的好处这样 好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有连到这个上面的话 也可以打声招呼啊 说声嗨啊这样 那在大家还在想问题的时候 我就先开始我的简报 那这个简报讲的 其实是open source 这件事情 open source 是1998年左右 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在此之前 我在1996年 就已经加入这个运动 当时还不叫resource 还叫做自由软体运动 那这个运动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这些做创作的人 不管是写文章 写诗 做城市设计 做美术设计 常常都有这个著作权嘛 那著作权的问题就是说呢 我如果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这个不特别写 那预设就是所谓的 版权所有反应必究 那别人在运用的时候呢 就要来先问过我 可是我的兴趣呢 是在继续创作上 我的兴趣并不是在打官司 或者是在跟其他朋友 谈授权上 所以呢 这个对我的时间呢 就造成了一个额外的负担 那所谓的开源这件事情 就是你一开始 就把自己的著作财产权 抛弃掉一部分 然后呢 就授权给任何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当然每个人的授权的方式不一样 有些人是好比像说维基百科 是说你可以去任意的改作 但是呢 你改了之后呢 同样的方式 你必须要让下一个人 也可以改你的东西 这个叫做相同方式分享 或 share alike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说 跟科学论文一样 你可以随便去改作 甚至拿去卖钱 但是呢 这个你必须要说 这是我做的 这个必须要有句名 就是CC Buy 那当然也有人说 你是不能够去卖钱的 所谓Non-Commercial 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CC授权 那我自己采用的CC授权 是一个比较少人用的 叫做CC0的授权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但抛弃掉著作的财产权 也抛弃掉著作的人格权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天您要去演讲 然后拿了这份简报 然后说是您写的 我也绝对不靠你 意思就是说 我完全抛弃掉 这个对于著作的 这个拥有的这个概念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 从1996年到现在 大概已经20年以上了 对不对 就是相当相当久的一段时间 那所以这过程里面呢 就有一些学习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学习 那任何时候大家在slido上面提问 到了一个数量 我就会果断的放弃我的简报 然后来处理大家的问题 在这十几二十年来 这其实比较像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了 在网记网路上面 我想跟现实世界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往往你要先认识别人 才能够合作 我们叫做cooperation 但是呢 我们在网记网路上面呢 通常是你先跟别人一起做事情 然后再认识他 这个叫做协作 就是cooperation 这个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要充分地认识一个人 要一起吃饭啊 这个要一起混啊 等等等等 他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而且呢 随时呢都还有可能这个 沟通有些误解啊 这些东西 但是在网记网路上 可能因为 你隔着音幕也达不到人 然后呢 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个email 然后其实看起来呢 反而没有那么多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里面 常常有的一些stereotype 就是一些刻板影响 所以只要我想做的事 跟你想做的事情 一开结合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 好像说 刚刚说的编辑维基百科啊 或者是去做 各种各样的社群网路 所以从我们这一代的人 就所谓的数位原生代啊 他的预设对于陌生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协作的态度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有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他说小时候 在刚有网记网路的时候啊 爸妈都是要他 不要随便一间网路上的陌生人 然后呢 如果陌生人呢 要载你上车的话呢 绝对不要上车 但是呢 过了20年之后呢 我们现在整天 用Uber的时候呢 就是拿手机 从网路上 把陌生人叫过来 让我上他的车 所以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对于陌生人的 信任的程度 其实由于网记网路而出现 其实是有了一个 分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后面 就是这个open source的一个文化 就是大家在一个 安全的空间里面 大家都可以朝向彼此学习 然后呢 任何人想到一点点要做的事情 就一起去协作 然后每一次协作也许成功 也许失败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呢 反正也是帮整个社群 付了学费嘛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越来越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 然后呢 就往前这个迈进 好 我说有十个问题 我们就回来处理 那各位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讲完第一张简报之后 就已经有那么多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大家想要讨论的事情 有八位朋友描述这个 感谢我给大家这个好贵的学习机会 其实每次我都是靠大家提的问题在学习 所以我想就是呼应刚刚那个田邦斯也说的 就是互相的学习 那这位 有一位临时插播的朋友说 这个非常像自由软体的概念 确实开放圆满这四个字 其实就是把自由软体这四个字 改一个招牌 然后让大公司 好比像说微软啊 苹果啊 能够接受 它其实只是换地方而已啊 其实没有换掉 但是它换地方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现在我们不管是微软 或者苹果 或者这些大公司啊 每一个都已经用报开源了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去说服大家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 有八个赞的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回答一个 就等于回答了八个人 这些朋友想问说 我怎么看十二年国教的新课纲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我有幸在就是课发会 曾经担任过一阵子的课发会的委员 那当时是跟套星舟老师 一起作为作为外部委员的身份来参加 我还记得当时 科华院院长在邀我参加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新课纲可以说是 在危机从王子丘 因为当时发生了这个高中学生的 反课纲事件 然后冠华的事件才刚发生嘛 当时的那个时候 等方就是那个星期 这个科院长打电话给我 问我愿不愿意加入 因为外界很多朋友 会误解以为那个 微调的课纲的这个 形成过程跟这个新课纲 是同一回事 虽然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但是当时的媒体呢 往往就是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再写 那另外一个位分就是说 大家在当时啊 对于克刚的这个透明性的要求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以前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会议记录 上面显示 我们每一次课发会开了 或者什么决议就行了 可是呢 在当时的一个很特殊的社会氛围之下 常常就会有记者 这个收到课发会过程里面 可能五分钟的录音档 然后或者是一些这个 断章取义的东西 然后就写出了很令人感到这个愤怒的 但是事实上跟事实呢 有一点距离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新克当的一个特色 当然大家知道 是从能力取向变成素养取向 然后所谓的三面九项嘛 但这个三面九项的每一个 的这个社会上面 也许都有想法不同的朋友 话比像说光是一个这个性别平等 这个就有很多想法不同的朋友 所以有事没事呢 也有很多人来国教院抗议 可是呢 他们在抗议的时候呢 拿的版本呢 都是两年前或三年前的版本 那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讨论 所以当时就是 科学长在课套这件过程里面 跟我分享的这些难处吧 所以我进去之后 当然主要的贡献 就是建立了一个在 你搞阶段在开会的阶段 就逐字记录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 然后呢所谓逐字记录下来 并不是说大家一开完会马上就公开 而是说大家开完会之后 我们的速度是帮大家 都记录下来每个人的发言之后呢 大家有十个工作天的时间 去一起共笔一起进行编辑 然后如果讲的话可能觉得 会被端端取义啊这些 我们就可以把它稍作修改 然后再加以公开 所以如果就是到我们的 City的这个网页 就是当时我们在做 逐字记录公开的这个网页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从我进去开始的课发会 每一场它都会有逐字记录 那这个知道我录了之后 我都还是在看这些逐字记录来 就是跟上课发会的讨论的这个进程 那有这样子的逐字记录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断章取义 任何时候你如果收到五分钟的录音档 或怎么样 你去网络上去搜寻 其实它的前后文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而且呢每一个委员在制定的时候 他们是代表哪一方啊 有怎么样的想法 怎么样达到共识的这个过程 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不是只是最后的这个共识而已 所以说来抗议的朋友呢 抗议的呢也是一个礼拜之前的版本 也不会是两年之前的版本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有比较深入的对话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 这个是我入阁做开放政府 等于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实验的一个场域 那也非常感谢 就是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年纪很大的一位 所以孙明家校长他是第一个就是 就说那我的发言我也可以自己上去修改 然后他就开始学这个电脑 所以每次我入阁之后 大家问我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工作者啊 能不能够跟上这个我就跟他孙小长出来讲 因为其实大家只要对自己的工作有热忱 这些工具像大家现在用的slide 其实并不困难 那当然后来课小会也拿入了学生的加入 所以我觉得说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整个讨论里面最需要说服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未来的家长啊 其实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这个重新想象 那至少这个重新说服的过程里面 我们参与的朋友们都有充足的资料可以用来去进行说服 进行新的文化的传播 而不是好像是就是由上而下这个教育部说了算 不是这样子 而是每一个老师他在建立这个新的课程的过程里面 都有这整个课方制定的过程的资料可以去运用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程序上面是一个比较快速的理解共识 而且让大家比较能够卷动更多的 平常就算不关心教育的人 可能也回来看一下这个制定过程的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包含之前真意最大的就是社会 我们接下来就是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制定 所以我觉得这是长远看起来对台湾的文化 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 这边有一位朋友问说是否赞成学校统一去收手机 或者有其他有效降低手机干扰学习的方法 那当然这个我刚才已经示范了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征收学生的手机 然后让他用翻转教室的方式来这个上面提问 那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社群网络 然后比方说Facebook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上瘾的一种阵头 就是说一个人他觉得焦虑 打开Facebook看一下他熟悉的朋友的脸 他就不焦虑了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其实跟抽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有意识的一个习惯 那所以像slido这种设计 就是说让他也看得到按赞的这个样子 让他也看到留言的界面 感觉就跟Facebook差不多 但是呢你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导向 对你的教学有用的这个方式 因为大家的想法 你能够手机来变成你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说手机如果收起来的话 它就会在一个怎么讲 持续好像戒断成装啊 就是说可能注意力反而更没有办法集中 但如果你能够征收他的手机 也不一定用来提问啊 说不定用来就是看你的简报啊 或者是说拿来这个当做AVR的这个 教学的辅助器具使用啊 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但是总是就让他的手机用某种方式 在课堂里面扮演一个功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比较不会焦虑了 因为手上还是握着一样的东西嘛 但是他就变成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目前啦 所知道比较有效 降低手机干扰学习的方法 那当然这个再讲的比较是视觉上的 如果他就是手机在听觉上面 他有时没时就会想一些铃声啊之内 那当然会造成这个噪音污染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还是要有所坚持吧 就是说请大家都关城镜头震动 我想这肯定是有必要的 大概这样 然后对我发现大家对手机都有一些 强烈的感受 这边有一位朋友追问说 台湾的孩子啊 好像对周遭一切事物就是不见沉迷于自己的世界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 他手机拿起来 你要看他手机去做什么 如果大家有玩过这个 Pokemon GO这个游戏的话 他拿着手机的时候 他事实上还得一边看四周的世界 因为他等于是在四周的世界上面 加了一层这个口袋怪兽神奇宝贝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 Avolumentary Reality 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实境的一个扩充 那如果我们在手机上面用的 大概都是这种 跟实际的世界还是有联系 但它上面多加一些东西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沉迷在自己的世界的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手机上的东西 跟目前现在这个场域进行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它等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当然就会有恍神 然后就会有就是你的注意力 要一下从这边切换到这边 每个人都会经历你 当然就是注意你切换的不适应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班级上面 它轮流都在这样子不适应 那当然客套经营是非常的困难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设计 像Facebook这样子的社群软体的设计师 我们的设计呢 就是让你飞去处理不可 有一个红色的123触线 就要把它按掉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 如果手机上同时装了超过三块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把它按掉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办法全神灌注的在想 你要处理这件事 反而你会Facebook被Line打扰 Line被WhatsApp打扰 WhatsApp被随便什么别的东西打扰 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它是永远按不完的 因为你并没有真的能够去 跟它建立一个transaction 就是真建立一次处理的关系 所以当手机上 灌超过三种通讯软体的时候 就像机尾酒啊 它的那个药性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对现实世界的关联 就会变得非常薄弱 所以还是回到同一个想法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 让它的精神 专注在一个App上 然后那个App又是跟现场 是有某种关系的 不管是哪来查资料 还是什么别的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降低这个手机 就是对于足以遇的这个危害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特发会的时候 没有讨论 就是说沉溺于游戏 到底要不要当作是一种疾病 来看 但是后来我们课纲里面 是没有把它写成一个疾病了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症状 这是一种symptom 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一种 illness 它并不是一种疾病 当它沉溺于一个什么东西 不管是手机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药物啊 什么也好 它大部分研究告诉我们的是说 那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里面 没有比较充实的 就是人机上面的互动 关爱 拥抱啊 这些东西 那如果它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话 其实那个是比较吃得饱的 是比较饱足的 它就不会在这里面去找虚的东西 那常常你们在这个网路上面 可能看到一些学生呢 有一些社团像什么靠北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就是一些比较酸的 或者是攻击性比较重的这些东西 它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些核心成员 他们常常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机连结 比较没有那么正向的 就是有人会给他一个拥抱啊这样 所以他就只好到网记网路里面去找 他缺乏的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他得到的那个注意力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 他虽然发现说在网路上面 他惊叹好用的多啊 这个酸人啊 或怎么样就会得到注意力 但这个注意力是有点像垃圾食物 它是没有营养的 也就是说 每次他获得的这个注意力的来源都不一样 他就算在网路上跟人吵架 这个人他隔天就跟别人吵架了 他没有办法跟特定的人建立很久的这个关系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隔天醒来还是觉得很空虚 然后就再随便找一人在骂 然后再跟他这个建立这个 短期的可能只有半天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心理动力上面 他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跟人建立长期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做教育辅导的时候 我自己用的一个方法 叫做拥抱小白 小白就是比较白目的一些朋友 那所谓的这个拥抱小白 英文叫做Troll Hugging 他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网记网路上 完全不管是谁 投了任何一篇文章 他只要跟我或者我的业务有关系 我就看他可能有到一百个字 里面九十五个字 都是人生攻击 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情绪的出发 但是里面有五个字 我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建设性的 不管个人经验的分享 事实性的分享 或者是有道理的建议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很积析的 很诚恳的去回答五个字 然后呢让大家看到说 这五个字呢 我会非常爬当一回事 然后那九十五个字 我就当作没有看到 那这个时候呢 从这个Po的人的角度来看呢 他就是去觉得说 哦 原来只有Po 有建设性的东西 才会得到老公的回应 如果是犯网情绪攻击的话 完全得不到任何 他想要的那种这个关系 在网路上面 通常我们的对话 是对话给旁边的人看的 所以说这样子一来 旁边的人就不会起哄 而是旁边的人 就会想尽办法去提出 这个比较建设性的东西 那本来这些没有建设性的东西呢 就会被忽略掉 那这个时候呢 通常过了两三轮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说 对 他只要稳定的 一直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 或者是感受 那我就会一直回应 而逐渐所有的人身攻击 我就真的好像 当作没有看到一样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慢慢就会改写归正 而且在通常过了一两天之后 另外他就是觉得很烦 这个没有办法激怒 然后他要去别的地方闹了 那但是呢 常常就是他会开始揭露一些 关于他自己真的想要人了解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约出来喝咖啡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说 网际网路 它是让陌生人能够彼此了解 然后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中 达到接触的一个方法 但如果在一开始 其实就没有办法互相了解的话 那他永远没有办法演变到 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接触力 所以我做的方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人身攻击 或其他没有建设性的部分当做没有看到 然后有建设性的部分 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揮 那当然也有朋友会问说 就是人家明明就是指名道姓的 然后用这个非常不堪的字眼 来攻击你 这样子我难道真的都不会有反应吗 那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当做 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按摩 精神上面的按摩呢 就是说 他比如说如果你去按摩 就跟你按到这个会很酸的地方 那就表示我们心理上面有阻痕 有所谓的resistance 就是说你听到这个词 会想到可能年轻的时候不舒服的经验 所以才会觉得不舒服吗 那我们在心理上 如果你这个防卫性的去 就是骂回去啊 或吞下去啊 或怎么样 他都是加深这个阻抗 可是脑时机科学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接受一个刺激 但是你却不去进行阻抗的话 那这两个中间的联系呢 你就会减弱 这个就是所谓的解密疗法 所以说当我看到一个 让我想要摔电脑的 这个字眼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去泡一杯茶 或者是听一些音乐 或者反正 无论如何把它跟正向的感受 连结在一起 然后等我心平气和了之后呢 再回来去回那四五个 有建设性的字 那这样的好处 是对我自己是很有好处的 就是说这样按摩的人 那个疯痛揉开了嘛 那在下一次 我再看到类似的字眼 或攻击的时候呢 我联想到的就是很方向的茶 很好的音乐 然后就完全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所以在录的这个一年多下来啊 已经可以说我应该网路上 没有什么自我看到会生气了 差不多看到的都是连接到正向的经验嘛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实证的嘛 然后就是Cognitive Behaviour CRP 的一个概念 然后做起来也很容易 所以这个推荐大家使用 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是这个很新鲜的体验 这个你就就把它archive 起来 等一下 等一下网路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说 用在课堂上面的运用效果如何 我觉得当然我目前教书 完全都是用这个方式 然后而且也不限制于近端的 我也有教远端的 像我在入阁之后 还有开一门 关于怎么样在虚拟洗镜里面 彼此沟通的这个课 那这个课就是同时在杭州的美术学院 然后跟在高雄同时开 然后呢 我就是让这两个地方的学生呢 把各自的教室建成3D的模型 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再戴上这个眼镜 所以呢就好比像说 现在各位坐在这边的 这些位置是空的嘛 那我在教那个课的时候 我一戴上眼镜 这些空的位置呢 就有人了 那但是呢 现场的人呢也还是在 他等于就把两三个教室 叠合在一起 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双十教学 但是不是靠投影来叠 而是靠就是AR或VR来叠 那在那个情况下 像这种方式就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 我们在远距的情况下 更不愿意打断 对方的发言 我们在现场 就已经很不容易 打断对方发言了 在远距的情况下 还有时间差 以及维系的表现 比较看不到 所以很少人愿意 举手发文 那这个东西呢 我只是把它解释说是 你不用打断我 就可以举手发文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东西就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 当然也不只是slido这个工具 我们还有很多别的工具 像有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polis.pol.is 那这个工具 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 让大家形成这个每一个小组 分组想要讨论的东西 就有点像可能是kj bar 这些东西 但是是在网路上面去使用 那当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技术上面的细节 但是总之就是说 大概你在现场能够用白板 跟贴纸跟就是post it 跟红点能够做的这些事情 在网路上 现在都有相应的工具 但是把它放在网路上的好处 除了你可以征收大家的手机之外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把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的教室 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经验 这位朋友问说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 整个教室的这个面前 来使用这样子的device 我自己的习惯是用 就是ipad pro 然后可以上apple pencil 那原因是因为它在操作上面的时候 我可以很快的从这边 然后切换到这个我的白板 然后呢这个在上面去这个去做版出 这样子 那然后我的注意力就还是可以在现场 如果我现在是用个人电脑用键盘的话 那我的这个眼睛小肌肉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好像被吸进那个device里面去 学生就会觉得被我顾虑 可是当这个是摊屏的 然后我手上拿的是笔的时候 这个poster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因为我的注意力还是在大家身上 这个只是在旁边辅助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们叫做mbn computing 就是说电脑不是应该是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注意力把它吸过去 应该是整个房间是一个电脑 然后呢它是在旁边慢慢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 对彼此有利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做的各种各样的技术 都是用这样子所谓room as computer 或mbn computing 的这个方式来设计 那只要这样设计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差错 这是这个具体的回答 然后也有位朋友问说 各国的趋势啊 把写软体当作是学生的基本能力 是不是只要孩子学会coding 我相信因为我们在这个新的课堂 已经是所谓素养倒向嘛 我们是把资讯科技 然后跟媒体素养 是放在三面九项里面的一个共同素养 为什么这样子来处理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写coding 这个跟我们以前说 要有法律素养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法律如果这个整个社会里面 只有一小部分人懂法律 其他人完全不懂法律 那这样当然很可怕 因为如果这一小部分人走错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纠正他们 可是反过来讲 我们也不是要每个小孩都变成立法委员 这个也不是对的 法律它里面有一些专门技术的部分 这个是除非你对这个有兴趣 不然的话很难去钻研的 所以我相信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度 它比较无名之说是一种 等一下我们马上加一个拜拜 是一个类似阶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在每一层上面 可能所有人都要有法律的素养 嗯 等我一下中 嗯 所以用这个技术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时出状况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就继续吧 应该会是我们恢复的 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有法律的素养 可是呢 只有一少部分人是专业的立法者 那我们想要建造的就是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里面你每一个地方的人 他都可以再去问比他稍微专业一点点 但是又不会专业到他讲的话你听不懂的这个程度 所以说在每一个阶梯上面呢 我们都建立一定程度的这个法律的素养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 哦你就是要写法律的 那我觉得coding也是一样 就是说当然现在这个除了法律上 我们知道有组织法有作用法 这个社会的运作呢 很大的程度上现在也有演算法 它的这个重要性不下于组织法跟作用法 那但是它的特性就是说 它不是靠反观 不是靠人来运行 它是自动运行 可这个自动运行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原理的话 很容易就把它想成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比法律更神秘的东西 那当我们在说素养教育的意思 就是要把它除内嘛 就是说这件事情没什么神秘的 你也可以小规模的来试验 你可以怕看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学生的基本能力 就是跟法律素养一样 应该要有演算法的素养 应该要有这个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式思考的这个素养 然后它有一个awareness 有一个自觉是说 任何时候我看不懂 我都知道到哪个社群 然后到这个哪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问比我稍微懂一点点的人 而且我会得到回答 它只要建立起这样子的信心 它具体到底会不会写成 是写了什么程式 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所有的这个scratch 这些小规模的这些试验 只是要让大家觉得说 OK这个跟玩乐道的节目 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那我觉得未来就是 当人工智慧 这个机器学区出现的时候 大家是跟机器一起学习的这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入这个素养里面 大家就不会觉得人工智慧 一定都是被少数人所控制 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跟自己的机器 是一起学习的 这是我的基本的想法 这位朋友想问说 不知道可以如何更有效的运用在教学 或者是其他的沟通上面 这个平台其实是等于是最容易上手的 还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 那我对各位的建议 就会是说 因为现在各位是第一手在台下的经验 可以小规模的 因为这都是免费的 小规模的先试一下自己在台上的经验 然后大概就会知道说 你在这上面其实还可以做投票 然后还可以做几时的这个slide的同步 然后还可以做很多别的这个应用 那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在台上 用他的关系人模式试试看 大概是这样 有位朋友问说 请问如何减轻网路的八卦 对于学校的负面影响 或者是导为正的能量 我相信不管是正能量或者负能量 它都是能量 都是可以发电的 不但可以用爱发电也可以用恨发电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恰当的利用负能量 这个做法就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把它不管是正面负面的这个情绪的部分 加以尊重 但是回应的时候是回应它的事实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讲穿了就是这一句话而已 但在做的时候 我相信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去放下说好像名誉受损 好像什么受损的这个感觉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意思就是说如果它爱面子 而且什么都做到完美的话 其实别人根本没有机会跟你产生持续的关系 因为你都做得完美了 但是如果一开始来做的时候呢 就被人找出一些缺口 找出一些漏洞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是跟别人能够进行交流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之前在临时政府 刚开始的时候 有几个刚开始的朋友们画了一个logo 这个logo呢 当时我给它写了一个中文翻译 它是Worse is better 是我们做开语人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口诀 就是说 一下子做得不好 别人才会注意到不好 别人注意到不好 他才可以开始跟你记得他做得更好 那这件事情 当然就需要先放下 所谓的面子的这个文化 然后不怕丢脸 当然才真的能够做到Worse is better 那我现在就把它翻成这个劣迹十行 就是看起来很糟糕的东西 反而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这个我们在网络上面呢 常常就是你如果投一个问题 然后问大家 像在LINE的主要在哪里啊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想法 很多时候是没有人理你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要投入太多的认知成本 所以就没有人来回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请你的朋友 然后呢 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一个很糟糕的答案 那这个时候呢 其他人就会突然一涌而上 然后说这个答案太糟糕了 我才是专业的 这个怎么样才会解决之类 然后突然间 你会收到非常非常多 真正没有建设性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专业者惹怒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是负能量发电的方法 就是说你要很明确的 让他感到温身不舒服 但是你要有一个地方 让他能够有价值的贡献 所以像临时政府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中研院办了一个黑客松 那黑客松这边呢 当时呢 这个有两位城市设计师 设计出了临时政府的一个logo 这个logo呢 非常非常的丑 它可能就是用小画家画的 然后呢各位呢 不管有没有设计的专业啊 如果要设计出比这个丑的 可能要花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比这个丑真的很困难 好那所以呢 但他们就不怕丢脸 然后就把它输出成这样这样子的害怕 然后就这个挂在中研院 然后大家都看到这个超丑的logo 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位来的设计师 他看来就浑身不对劲 他本来有别的事要做的 可是他看了之后呢 就非常非常愤怒 他觉得说他要是做点什么 把它改为更好的话 他不再一整天这个会没有生产力 回去还会做恶梦 所以说呢 他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就画了一整天 就画出一个比较好的版本了 你可以看到是你一眼啊 我一语啊 还有投票啊 然后他的标准字 也改成这个 比较看得出来是什么字的字了 所以这也不错 但是呢 因为每一部每一个人 都抛弃掉了著作权 都是用我们刚才讲的CC0 的这个方式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拿去改作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发现说 这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也不是没有缺点 首先中间这个就很容易看起来Q 所以我为了这个 还去注册GQE的这个网源 没有人会打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在小的手机上这个 只有如果一个小方格的时候 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又需要有更好的出现 那同样的他也觉得说 这样子这个攻击啊 这个也不是对他的攻击嘛 是对事情的攻击 所以呢 接下来又会有更好的 这个VI 更好的视觉表示 都出现了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习惯看到的 就是在中间这个辨识度 非常高的这个零 可是如果不是一开始 有人不怕丢脸 把这个非常非常丑 这个丑的无益附加 这个东西大大大地放在 几百人的面前 然后惹用了其中 一两个人的话 那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有 这么漂亮的logo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说 最重要的仍然是就是说 对于学校的负面影响 不要把它看作是负面影响 就是把它看作是任何人都可以 你如果不舒服的话 那你就来帮忙啊 就是把它当作这个志工的报名料 那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想的话 其实就可以很快的 就把大家讨论到一个 比较有建设性的方向去 大概是这样 有一位朋友问说 这个我觉得高中教育的方向 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作为前科发会委员 这个是一个陷阱题 因为我们这一次改科方的目的 就是希望每一个高中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高中建立起自己的方向 不管是透过校定必修 不管是透过学校课发会 跟老师共同的研发 不管是透过校计结盟 共同备课之类 我还可以备一大堆 但是无论是什么东西 它的目的都是每一个高中 要有自己的方向 那为什么是这样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 尤其在高中阶段 现在的小孩 他已经是进入一个 每一个小孩 有他自己的一个领域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很难像以前 九九课高的时候说 你进来的时候 小学一年级 出去的时候高中三年级 那我们社会就需要这些人才啊 这些完全没有 我们用它预测 十二年之后 大家这个社会 到底还需要怎么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保持这个自发互动 共好的素养 他不管最后要做什么 这个都是有用的 这个我们还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尤其到高中阶段的时候 很多的小孩 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其实并不是学校 能够帮他决定的 那这个时候 他跟学校就是互相挑选 的一个关系 所以一个学校 他越有自己的特色 他就越容易去把 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 有兴趣的一群 可能也不一定是 学区里面的小孩 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分享你的学校 旁边有的资源 然后去做出 让每个小孩看到说 他在团体合作 在很好的前提下 可以做出他一个人 没有办法 带到独奏 做出来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等于这个方向 就是受教育者 跟教育者的关系 会变成教育者的方式 在陪他们学习 陪他们做出一些东西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 所谓的大方向 可是当你看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每一个小孩 然后每一个学校 都开始有自己的特色的 这个方向 这个是 虽然说是所谓 课纲的标准答案 但是我自己是蛮相信这个的 那也有朋友说 这个请问手机 如何有效管理 这个刚才有回答过了 就是转成精英或振动 但是在上面呢 就想尽办法 让他到某一个 能够对课堂有贡献的 网页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APP来 这个有人认为 这个是要做开放式的演讲 这是一种开放式演讲 有很多种不同的 开放式演讲 也有朋友问说 学校是否跟经营脸书 或者是相关的平台 这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经营脸书 它是一门学问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 跟班尼克报纸差不多 可是呢 跟一般的报纸不同的呢 是随时你都会有 读者投书 他不会玩这个 朝九晚五的 可能有时候半夜 就会还是有读者投书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它蛮需要 就像一个报社的编纸 你需要编采 需要这个文宣 需要这个及时的回应 需要客服等等 也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把它当作经营媒体 来经营的话 它当然可以给你很多 实战上面的这个演练 然后你也可以借此 这个培养新媒体的运用 可是如果 如果实实上在管理书的 就只有一个兼职的老师的话 那他等一个人要做 平常在高射里面 是四五个不同职位的工作 那我想他的教学品质 或他的生活品质啊 就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再来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把他当作办法 办一个学校的校团 但是他是每天都要出 你用这个角度去想 那这个真的是有帮助的 但是除非你给予他这么多的资源 不然的话呢 他就还不如你把你自己的网页 拔进去 就是说真的 有三位朋友认为是第一次体验 希望各位有愉快的第一次体验 有五位朋友想问说 网络的讯息传递很快速 如何教学生正确的判断 我们在做批判思考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希望学生在看到的时候 不要急着有回应 因为当你急着有回应的时候呢 脑里面的那个 转管情绪的那个部分呢 他可能还在这个战斗或者逃走 或者发呆的那个状态里面 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字 他就是有感染性的 而像脸书这样的品牌 他基本上就是鼓励人 在把一个文章看完之前 就按分享 为什么 因为你按分享只需要两秒钟啊 你看完一个东西需要十秒钟 所以通常当一个 耸动性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当任何人把它看完之前 他就已经分享了 在Lenshift也是这样 就是说 新一代的这种工具 他就是在 利用人的第一系统的这个反应的速度 让他尽可能的流传 然后才进入理性的讨论 或者正确的判断 所以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我们说所谓带风向 或者这个洗风向啊 就已经洗过一轮了 那当然我自己 来处理这个是有一些方法的 好比像说我会用一些脸书的这个延伸套件 好比像说他有一个叫做 silent fb 吗 那silent fb 是一个就是我弟弟宗浩 他写的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当你灌的时候呢 脸书上所有的图片都会变成灰色 他就这样 他就成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你看到图片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被调动呢 是第一时间的情趣 它会影响到你看字的能力 但是当装了这个套件之后呢 你先看到就是字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还想看图片 滑鼠移上去 图片的这个彩色才出现 那我同时还用另外一个叫做 news v eradicator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浏览器的套件 那这个套件 当你换上去之后呢 他就会把脸书的那一面涂鸦墙 完全清空 然后呢 改成这个 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哲学家说的 随便什么那一句话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脸书它就不会在你 还没有预期要看到什么的情况下 就突袭你透过演算法 让你非看到什么不可 它别的功能都还是保留 所以当我想要见一个朋友 我要先去看他最近po的时候 那大概是可以看到 群组还是可以看到 然后传讯也都还是可以穿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先预期看到什么 心里有准备了 才会看到那个东西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就比较不会让 颜色打挑出来的上下文 明明有关系的两则po文 就会影响到 你对某件事情的感受 所以我灌了这两个之后呢 就会把脸书当成以前 部落格啊 或这样子的东西来使用 这样子的时候我的心态 随时都是在一个 可以进行判断的一个心态 而不会突然之间好像注意力 就被一个很鲜艳的图片 或者两三个这个上下文 其实无关的东西被掘取住 所以这个东西 我碰到这个学生问我问题 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回去装一下 这两个东西 装完之后 脸书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友善于批判式思考 而比较不会让人那个情绪 突然之间流传了的这样的情况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或是没有很好的自制力的话 脸书慢慢就会变成是 好像它是来人与人的距离 可是它慢慢就变成了 我们很流行这样叫做负的距离 负距离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潜意识都混在一起了 好像幼儿园的小孩一个哭 大家都哭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做判断 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毕竟还是成人了 成人与成人之间 是有一个就是比较 颇当的距离的 那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些想法 另外的朋友想要问说 如何整合脸书的功能 跟学校的经营 其实脸书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你把它当作收一件 而不是直接在上面回应的方式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 你可以说你在上面PO的各种意见 我们底下都PO一个很单调的 罐头的回复说 这个我们已经这个处理 我们已经收到您的意见 我们会终整之后呢 在好像说每个月的 第一个礼拜五的 校务会议或什么直播的什么地方 来把最高票的进行处理 就有点像我用slider的方法 可是你把时间延伸开来 然后变成定期的来处理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会浪费力气 在上面彼此攻坚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没有用 这只是input的一个方式 但它的processing 它的处理 是在面对面的情况处理 因为面对面 毕竟大家看得到彼此的面部表情 看得到语气这些 它在处理的时候呢 是比较快速的 但在脸书上面只有字的关系 所以说呢 当你快速处理的时候呢 对方就必须脑补 就是在脑里面 补上你的表情 补上你的态度 除非你们是已经20年的老朋友 不然他脑补一定错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对于讨论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有的时候 像在围棋处理的时候 我非得这个上脸书回应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直接回一个端片 我直接让我的电脑 稍微拍我讲话 拍个两分钟 或者一分钟 或三十秒 然后拿去回人家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这个误读的这个空间 这是我经营的一个方式 有三位朋友肯定这个演讲 非常感谢大家的肯定 好 又有三位朋友肯定这个演讲 很谢谢大家的肯定 好 有一位朋友说 新的课纲啊 强调维护调整 这个课纲缺乏前瞬性 发展性跟未来性 这个是和好的一个批评 确实我们在发展新课纲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情是把本来的 所谓的刚性课纲 把它稍微 现在也不能叫柔性课纲 但是至少把这个空间 稍微放大了 我们把相当多的这个 落实的方式 是交给 不是像以前 就是完全是书商 跟这个课发会 而是交给每个学校 甚至每个老师 然后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 教材教法的适应性 去进行调整 但这个意思同时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实习的时候 如果不想调整的这个老师 或学校 他也完全有不调整的自由 所以确实很多朋友会说 我们为什么不就强制这个 由上而下命令 所有人都要AI结合教学 机器人结合教学 这种感觉上 就非常有前瞻性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当然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说 如果我们好比像说高中的 最基本的连外的频宽啊 或者是说 每个教学有没有投影机啊 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 他没有到位的话 那强制压下这种 有前瞻性的教学方式的结果 就是只有大都市的学校 能够落实 而在偏乡呢 反而因为你要求他KPI 但是又会给他正确的 硬体设备跟实资肥育 所以就会变成好像 有一种自暴自弃的状况 那但如果你对希克刚 有一种自暴自弃的状况 等到接下来硬体跟上了 那其实这样子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大家的那个胃口 已经被破坏掉了嘛 之前有相当多次的这个教育 那个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次才学方法相反 我们是先好像说 透过特别预算 去确保说不管频宽 还是教室的设备 是充足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在课考里面 开这些空间 然后去鼓励第一波 试教的学校 去分享他们的心得 以及碰到的困难 然后再接下来 再让老师们 用游侠而上的方式 去发展出新的教材效法 所以这些东西 虽然在外面看起来 没有那么绚琳 它完全不放烟火 但是至少它可以 确保说 每一步释出来的东西 它是不会退转的 就是说 你释出了一个 新的教材教法 它就会陪你一起下去 而不只是上级 今天要这个PPI 然后你就拼出一套东西出来 其实确实也没有真的 有什么影响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在持续上面 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微调它只要不停止 它只是不断微调 这样子 它到最后 是会调整到 大家想要看到 那个前将未来的状况 但是并不是说 所有的学校 都要往同一个方向 刚才已经说 每个学校 是不同的方向 有没有问说 AI啊 将会对教学 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我想AI 它最大的影响 就是说 它把所有重复性的 也就是任何两个人来做 做出来的结果 都一样的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工具人嘛 就是人里面 像工具的那一个部分 呃 现在真正的工具要出现了 那这些工具呢 以前呢 是你必须要把 你的这个领域 好比像说 你要炒菜 或者你要下围棋 你要把这个规则 翻译成计算法 翻译成另外一种 电脑才学的会 但是呢 AI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要在旁边看你 看你坐在 看你下围棋 看了一阵子 它自己就会了 那它的学习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跟小孩学习的概念 是一样的 只是小孩还需要睡觉 才能够在梦里面 去把大脑充足 那机器呢 随时呢 都在进行充足 然后所以它的学习效率 是这个可能千倍于人类的 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就像我打一个 不一定很好的比方 就是说 允许人类啊 发明生活的这个技术 一般是说 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开端嘛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在身体里面 每个人只能吃一部分的食物 消化也是一种 就是燃烧的过程 这个部分呢 把它移到外面 然后呢 让这个部分呢 能够在外面发生 所以不但我们的营养变好了 我们也可以一次处理 更多的食物 批次处理 延熏 让它来储存 然后才有现代的文明的出现 所以现在AI 也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把脑里面 特定的中枢 视觉中枢 语言中枢 这些中枢的这个 运行的规则 把它移到外面去 让它可以批次处理 那这样的人 到底剩下什么呢 人剩下来的就是 对彼此的这个互相了解 因为机器的学习过程里面 只是没有一个人的身体的 所以他的生活经历 跟人类的生活经历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 话比方说 我要听懂你说话 我们要进行这样 及时的讨论 这个就需要 我有一些第一手经验 跟你的第一手经验 是相同的主观经验 那这个部分 就是人跟人之间沟通 彼此了解这些部分 在可见的未来 还是只有人类能够做 那当然这还包含 就是价值判断啊 选择啊这些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仍然是老师跟学生的 互动里面 身教的这个部分 不可或缺的 因为要有一个身体啊 那但是呢 所谓这个 言教的这个部分呢 很快它就可以 让机器 学会最好的老师 他是怎么样 在提供知识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机械性的部分 工具性的部分 乃至于操作性的部分 这些慢慢 我们就是 以给AI来做 但是价值判断的 所谓素养导向的 这个部分 还是人来做 那当你觉得说 学生要做的事情 是让社会更好 或者是他对社会有个使命 他的work 他的life's work 是什么的时候 你也别让学生 看到说你的work 是这个 那但是你要做出 这个work的jobs 就是在中间 你需要做的具体的操作 这个东西都可以 让机器取代 那学生也不会感到 这个困扰 或者是感到好比 他就是他的job 他就是自己的自尊 或者是建立在某个机械操作上 那他当然会觉得说 被机器取代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们继续重新 连一下 工艺机 好 好 有人说嗨 这个我们就是有人说嗨 这边 好 因为你有一个朋友问说 拥抱小孩啊 还需要很成熟 跟稳重的心灵动力 是如何让自己拥有 这样子的心灵按摩的能力 是如何学习来的 坦白跟各位说 就是靠这个霸凌啊 来学习嘛 嗯 这个 靠霸凌来学习 这个 当然是 嗯 不是开玩笑 是实际上就是 很有用的一个做法 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放声音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放一段之前 谈谈的影片 嗯 没关系 我要讲的好了 就简单来讲 就是说 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在大概上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班级上面被霸凌 那被霸凌 当时呢 当然是一种很强烈的 没有办法沟通的一种感受 可是呢 同样就是被霸凌的过程里面 其实它是让我的心灵 进入一个 我自己也不知道 原来我的心灵有这些 非常黑暗的角落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也就是说 它可以让一个人感觉的 那个范围加快 好像就是说 本来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互动 但是因为被霸凌的关系 所以脑里面这种 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 它所存在的地方 好像就是有点探索地下室的 那个感觉就可以探索到 那接下来我做的事情呢 当然在很多老师的帮忙之下 就是对在这个心灵的 暗黑的这个角落 这些地上室的 所有这些不同的感受 给它一一 给它不同的名字 然后就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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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到把这些主观感受 都给它一个名字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知道说 我在什么情况之下 心灵会进入这些角落 它们中间的关联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开始懂得说 那我只要在 有点像是那个 希腊神话里面 走蜜蜂吗 这个留一条绳子吗 或者是这个 Hansel & Goet 到那个 森林里面 放面包屑吗 就说你就 你不但知道 心灵是怎么进入那些 很黑暗的这个角落 你也知道 你要顺着 同样一条路进回来 因为每个 步骤都有一个名字 那有了这样子练习之后 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样给了我一个 更好的同理别人的能力 也就是说 当我看到一些 可能也正在被大凌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比较弱势 或者是在各个方面 在社会上面 有蒙受不公义的 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除了像一般人 会有的那种同情 或者是 觉得怎么可以 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谓义愤之外 我也可以更进步的 去感受到说 他现在心灵在的 那个位置 跟我以前被霸凌的时候 在的那个位置 是可相平易的 那我觉得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共同感受 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陪着他 然后去指认说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然后你现在慢慢慢慢 怎么样子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在对自己 进行心灵按摩 透过对于回忆 然后以及回忆的 重新处理 在做按摩 那这个能力 它是能够传递的 就是说 当你碰到其他 也受到各种困扰的朋友 你也可以 让大家知道说 你透过这样 同样的方法 慢慢就可以走出来 那当然 后来我年纪 更大的一点时候 就好比像说 透过精神分析 透过心灵动力 有一些更理论性的东西 它就不是只是 给东西跟名字 而是知道这些名字 它在哪些 系统架构里面 它可以更有效的 或有系统的去传递 但我觉得 那个就是比较 锦上添花了 重点还是在自己 要进入一个 非常不舒服 不适应的情况 但是知道自己 是怎么到那边的 然后再慢慢慢慢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 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朋友会说 是否可以提供 演讲的资料 如果要推广的话 要怎么操作 我所有的演讲 包含这一场 都是有录影的 那录影我也会公开 放在我们 PDIS的网站上 那PDIS 演语台湾 那到这个网站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之前所有的录影 甚至包含 我在院里面的工作 所主持的 所有的会议 的注资记录 我把色发会那一套 现在拿到行政院来 用相同的这个 概念来操作 那这样子的好处 就是说 在我之前 每次演讲 里面提到的 这些材料 大家都可以在 PDIS的网站上面看到 那当然 如果你对里面的 某一个部分 你有兴趣 像刚才讲到 拥抱小白啊 或者是所谓的 焦点讨论的办法啊 等等 我也专门 针对这些东西 有录课程 所以如果你用 焦点讨论法 好比像说 做搜寻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找到 我在文官学院的一些录影 那这些 我们都有完整的教材 教法跟 九字稿 都是拍取作为 开放 open course的方式 在网路上面 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叫做 111的朋友 我先把车关掉 有一位叫111的朋友说 网路的道德违反 与学生的学习 如何建立一个 良善的关系 网路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在上面的 物理定律 除了光速的限制之外 除此之外 所有的空间的物理定律 都是人造的 它是完全用演算法 写出来的一个世界 所以像我们在这边 特别像声音的传递 光线的传递 这些东西 在VR里面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 都可以改造 都可以重写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 他只要愿意 他都可以找到 他觉得适合他的一个社群 即使他在他的这个 现实里面 是唯一关心某个议题的 他只要上了网路 他就可以进入某个虚拟的现实 在那个虚拟的现实里面 所有人都关心这个议题 那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们能够帮忙的事情 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说 你进入这个虚拟世界的时候 这里的规则 其实是人写出来的 你如果不愿意这个规则 这个被适用 或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的话 它不像是 我们要盖一个马路 要重新盖一个领堂 它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且你往一个方向盖 就不能往另外一个方向盖 相反的 你随时都可以 自己把这个规则 稍作改变 我们叫做fork 就是分叉出去 然后试一个新的规则 如果这个规则更好的话 本来的社群呢 就会愿意采用这个新的规则 这个是网路世界 跟现实世界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走人游牧 那但是呢 很多学生 他如果一出生 就是玩别人写好的城市 玩别人经营的社群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不需要会写城市 你也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 像在PTT 在很多社群上 他们有一套 类似宪法这样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可以定出不同的版规 然后来看不同的版规 到底能吸引不同的群众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这种参与式治理 在网路上面其实有非常多实验的地方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鼓励学生的 就是说多参加这种有参与式治理的文化的 像危机百科社群 PPT社群 这些开放式的网路社群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哦 原来网路只是某一脸的网站而已 那样的话 这个视野就会比较窄小 有一位朋友问说 如何改善媒体的现况 进而改善整体国民的素质素养 跟知识含量 非常好的问题 我基本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媒体工作在现在 一方面当然比较容易 因为随时手机都是照相机 随时都可以发报 但是一方面也比较困难 是因为传统上面我们对于调查报导 或者是对于平衡报导这些概念 在网路上面呢 它必须要重新定义 以前你是一张纸的时候 你上半页下半页写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平衡报导 可是当这个东西上网了的话呢 上半页是一群人在转 下半页是另外一群人在转 双方都不会去看彼此的报导 那这个时候 传统的所谓编辑的这个功能呢 它很大一部分就让位 刚才讲的这些网路社群制定规则的功能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所谓的调查室报导 也许他觉得整个他花了非常多精神 做了非常多功课 可是呢 从很多朋友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一大篇文字 转都不会想转 反而是从这篇文字里面断章取译 讲出十个字五个字 然后再搭配一个很惊悚的什么懒人包 突然之间就会这个全国疯传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媒体时代 它的规则已经跟值本的媒体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自己智力在做的 就是让仍然对平衡 对调查报导有兴趣的记者们 可以尽可能减低他们工作上面的负担 这个就包排像说 我们会及时的去把主字稿释放出来 所以他就可以用复制贴上 或甚至连结的方式来进行他的搜证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会有一个急问急答的一个系统 从我入阁之前 任何的记者只要私下问我问题 我就公开回答那个问题 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没有独家 但是除了没有独家之外 也是让每一个记者 他的工作是建立在其他记者的肩膀上面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试着要去找出 这个前后可能不一致 或者是什么样的部分 那当然一开始很多越线记者 非常的不习惯 他们想说 为什么我的独家要去跟别人分享 可是慢慢他们就发现说 这样子所做出来的一些论述 这样子所做出来的一些论述 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被别人说没有做功课 或者是之类的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就可以拿来真的做功课 而不是拿来试着取得独家 那每一个媒体的价值 他们就会建立在 在一样的资料上面 他们要用怎么样子的观点 来带领大家去理解 所以我觉得 这一套就是思想问中开达 或者是这种即时的回复 或是这种快速的制定问答集 或者是这种逐字表释出的 所有这些方式 都是希望说 我等于在我工作的过程里面 就帮媒体把第一步的工作做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媒体的工作 就比较像策展员 或者编辑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 仍然是需要判断力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子做出来的优质的报道 大家还比较愿意看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要先让他有这些材料 不然的话 他还在取得这些材料的时候 那些很八卦的 或者是完全是带工厂的 早就已经洗完一轮了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表现的空间 所以是这个基本的想法 有没有问说 年金改革 打击公教人员的士气 请问学校应该要如何 因应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公务员今年 好像也就不挑心了嘛 所以最近去演讲 常常都被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说这次的年金改革 这整个过程 虽然是也有开会 然后也有直播啊 也有这些东西 毕竟是第一次 我们比较全国性的来做 这样子的一种 神医师讨论的一个程序 他照顾到事实的层面 照顾的还不错 但照顾到彼此感受的层面 确实是有一些加强的空间 这是真的 那当然后来的 好像做司法改革会议 其实就有在这个基础上面 有所改进 当然也不是说完美的 我们就说不太可能 一下子就从最愿意沟通的政府 变成最会沟通的政府 就是沟通绝对是需要练习的 但是我们是在 往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虽然事实部分 大家都已经处理好了 但是在感受上面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 有系统的让大家来表达感受的方法 那我们自己目前正在做的 是有一个叫做公务人员的 政策参与的一个平台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有一个在外面 大家可以有五千人的连署 好比叫做恒春很需要一个医疗资源 好比像说这个减少烧香烧精致 但是不能够否认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 好比像说这个国旅卡 所有这些案子 我们都有在这个 这个联署品牌上面讨论 那同样的这个概念 我们接下来 已经从这个全国的公务人员里面 等于是大家自己推荐 想要成为筹备委员 大概有两三百人 我们用公开抽签的方法 抽了九位朋友 然后跟一些机关代表 正在应该是下个礼拜吧 会开始第一次的筹备会 它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 用类似这种 你可以半立名的方式 来提出你的感受 然后呢我们用同样的一个 处理外部的联署的方法 来处理内部的这种不同的感受 然后试着把它收敛成 不管是人是新增种处 或者是我们要请考试院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能够定期的 而且是及时的来进行回应 来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对于 就是不特定外部的这些联署人 都有用的话 我相信未来对于公教人员 只要在大家觉得安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也是会有用的 那我们就会聚焦在处理 大家每时每刻的 可能觉得应该要聚焦的感受 而不是只是在事实的 这个阶段上面进行处理 这位朋友认为用精神的按摩 来转化为正向连结 是很有智慧的想法 谢谢这六位朋友的肯定 这六位朋友好像也是类似的意见 非常感谢 有一位朱北高中的前会长 陈正宗老师问说 这个家长是否需要禁止学生打网络游戏 非常好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打网络游戏这件事情 是他到某一个年龄 他就一定会做的事情 这个你禁不禁止 事实上没有什么效用 但是我觉得网络游戏 不是能够一概而论的 有一些网络游戏它号称网络游戏 但事实上呢 它也就跟单机游戏差不多 它没有办法借由这个游戏 去建立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有一些网络游戏 像刚才讲到Tokemon Go 它玩的过程里面 势必就会认识新朋友 势必就会认识它的环境 当然这边不是要推销Tokemon Go 但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游戏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它有的是越玩越自定 越玩越跟自己相处 有些是越玩越开放 越能够认识人 然后跟别人相处 那从小孩的角度来看 其实如果家长能够更了解 这两个中间的不同 而且更愿意陪着他去理解 就是比较开放式的这种东西的话 那你也可以跟他 或者比较说去网络上的陌生人见面 之类 这样就会比较有共同的生活经验 有共同的生活经验 对于彼此沟通当然是最容易的 但是如果这个 就是越来越自闭的这样子的游戏 即使你拍摄拍器大 即使你也下载了开始玩 你跟他经验还是个别的经验 你也没有什么真的可以聊的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对人籍关系是没有帮助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就是 尽可能的往现实生活结合 尽可能的有开放性 尽可能让小孩知道说 网络是一个快速认识朋友的方法 可是你要跟内容有持续的长期的关系 这样子才是比较健康的这个作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想法 这位朋友问说 采取这个方式啊 要如何避免议题的发散 是不是要先建立一些规则 确实是这样 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 有一段发散的时期 有一段收敛的时期 但是发散跟收敛 你可以在同一节里面做 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一节完全就是brainstorm 大家可以发散 然后大家各自回去 开发自己的这个想法之后 我们下一堂可来收敛 也有所谓翻转式教学是说 发散是在家里做 收敛带到课堂上来之类 就是我相信每一个教师经营 按照你朋友的时间 一点跟学生的兴趣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并没有hard and fast rule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规则本身 也是可以让学生讨论的一个标的的话 我觉得很多学生是很愿意 提出一些很有创造力的想法 可能这样子试个两三次之后 下一次的讨论的主题就可以说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更好的规则 把它做得更好 只要老师跟学生是站在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规则做得更好的概念里面 其实一直就比较不容易发散 只有学生一直觉得说 我在玩的都是你设计的游戏 可是我看到这个游戏有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修补 这样子才会比较容易洗版 发散或者有一些比较没有创造力 没有建设性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另外朋友说 如果在时间有限制下 调和这个平台工具跟进度的关系 以及如何确认 学生有专注在课程上面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 就是说这个平衡并不是万能的 就像各位在这边 大家关心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许在聚焦起来 也许就那么十几个 然后我们就很深入的看到十几个 但如果今天是不特定工种 然后大家关心的东西上千个 那当然我不可能花 就是任何时间把它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重点还是在说 大家在进入这个讨论的时候 是否对agenda 就是对这件要讨论的事情 心里稍微有一个底 它不需要是很深的公式 它可以是粗略的公式 就可以来讨论 那如果大家真的关心的东西 南原北策的话 我们也有所谓的开放空间技术 Open Space Technology 就是有点像用脚投票 临时政府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每两个月 办一次大的黑客松 也是很大的场地 然后呢 他就想谈什么了 留上台来报告的 两分钟三分钟 然后呢就看大家用脚投票 然后每个角落 就会占不同的人 然后这些人在用这种方式 去收敛大家的兴趣 那如果有某一组呢 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收敛 或者是说那个主持人太强势 大家就用脚投票 走到别族就是了 也就是说 它在最上面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Meta的这个 rule 就是有一个 让大家知道 如果是一个议题太发散 我还可以怎么做 我还可以去哪里 但是只要它有地方可以去 有别的板 有别的空间可以去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 就可以专注在课程上 因为从某个角度上 这个是他自己选的嘛 这个也是所谓的 高中阶段的选修 我还是打一下课高的广告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说 至少有一部分是学生自己挑的 那他自己挑的过程 也就是让他更有参与感 而且更容易这个关注 这边有一位朋友问说 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资源分配 是不是可以不要差太多 那这个呢 完全不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让他回答 但是相信这个同仁们都在这边 就同仁们看到 如果有别的方式回答 也许可以在今天的别的议程里面来处理 有朋友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演讲 有朋友说早安 好 我们没剩几分钟了 我就看一下 就把三条的都处理完好了 有一位朋友同样的问是 风力跟势力高中 为什么落差大 如何平衡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给这边的同仁的问题 那希望各位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另外朋友问说 可以通过远端上课 或者透过网路平台上课的看法 就像刚才讲的 其实有AI 或甚至现在在YouTube上的课程之后 所有知识性的 跟操作互动共好无关的 这个部分 我们只要培养学生自发的这个部分的话 全部都可以透过圆区 或者是透过网路课程 或所谓非同步课程来达成 但是当然现在我们YouTube上都是二维的 所以如果他要做一些操作性的东西 可能要等VR或AR的技术 可以承受 但总之就是说 若不是需要大家集思维益的部分 不是人跟人之间互动 是人跟知识互动的部分的话 这个完全都可以透过网路来进行 反之 我们有一个教室 好不容易大家都来上课 大家当然应该专注的就是 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这个 共好的这个成分 这个是基本的想法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录下来 或做成竹子的或之类 它又可以变成 提炼到知识性或抽象性的动作 它又可以变成下一次讨论的基础 比如说每一次讨论是实体 变成下次网路的基础 网路再收敛回实体的空间 然后再拉散再收敛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网路平台的课堂经营 所以永远不是说你上网路 只看到一个陌生人 只互动一次 然后就没了 那样子是比较可惜的 有一位朋友问 slido要怎么安装设定 他不用安装设定 他就是你去这个网站 然后说我要开一个新的event 要开一个新的活动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55分刚刚好 那我想今天的演讲就在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一起参与 谢谢 谢谢梁振伟 谢谢各位校长 我想刚刚校长大概 应该感受到 过往大家很不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意思 我只是很好奇 我私下请教了邱组长 今天怎么邀唐振伟来分享这个议题 那我所了解的是 校长们因为觉得 这是大家所关心共同推特 所以我要跟政府报告 这个跟上次我们去青年署的 那次机会是不一样 但是我想跟校长大家所感受到 是一样的想法 我想因为振伟 在行政院的内阁里头 他的专业用词叫 这个数位正伟 这个词很特别 但是我要跟各位校长来分享 我们的数位正伟 即使今天大家出了好多题 都不是他督管的业务 像课纲 像年纪改革 可是各位伙伴一定会感受到 大家临时的出题 正伟 唯一的内容 尤其像对课纲 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要请国教院院长 或是至少是我来跟大家说 但是正伟 其实他了解的非常的深入 这个连改的问题 也不是正伟在孤岛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 这方面也正是 我说当时邀请正伟 跟我们的青年署的同仁 一起做一场分享 因为台湾 有一个大陆专门在附着青年事务 叫做青年署 但是我一直感觉到 青年署好像很需要 有一个跟年轻朋友 有对话的想法平台还有方法 跟今天校长 已经常在学校面对的 就正是一代非常年轻的朋友 所以我说 我们想的跟建议的方式很相同 所以我说今天在这个场合 看到正伟做这个分享 我自己是非常的有感觉 那第二个我想要 也特别要 来跟校长谈到的 不好意思 我在很多场合 那时候正伟还没有入阁 我经常会用正伟当 举例说明 就是我今天 用一点时间跟校长分享 我们的教育 真的要回归到 学习者为一个主体的 教育的思维 这个思维 没有办法很快到位 如果大家用微调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 但是他的方向应该要被确定 面对未来更要被确定 我要讲这一段的意思是 我想大家如果了解 正伟其实政府体制的学校 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各位 而且今天他所谈的 国学的范围 还有他专业的深度 你一定会相信 给孩子 给年轻人 一个面对未来 有更强烈的渴望 或更强的动力 这个是我们不管哪一个这段 他们停留多少年 可能都是他 未来更重要的能力 所以从十二年国教 克康的整个修正 从高教未来 办学跟选才的制度 我一直要用这样的想法 跟大家 校长们来共同分享跟勉力 这条路不好走 但是绝对是台湾未来 下一个世代 应该要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 所以校长会说 能够多一些 一个选择 给不同需要的 学生 孩子 我想这个是 作为教育工作者 无可 这样回避的 一个任务 这个想法 都用政委 来做 举例说明 各位知道 真的 不是我们所规划好的 教育 读牌的路程 内容 都适合 没孩子 因此呢 我想 我好像会花一点时间 跟校长们来分享 那 不好意思 刚好校阶段 刚好是政委 我用政委来当 实证为例 各位知道 呃 我们的 有限时间 有限的内容 绝对 没办法满足孩子 面对未来的 这种挑战的需求 所以 我们尽量 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力量 来支持 那对于政委今天的演说 我也很大的感受 也跟随时 我们常常习惯于 说 我们想说的 包含我刚才的 那个政策分享 还是这个道理 但是今天 为什么大家回馈 政委这么多政校的 是 政委 谈了很多 你关心 你想听的 内容 我想校长 在学校里面 我们常常也会有 面对同样的情境 我们一股脑而说 我们想说的 老师跟学生 是不是那么完全的 在这样的内容里面 其实这个也是相互 我们可以来 做一些 学习跟分享 因此 今天政委的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推奖方式 不只是内容 我想这些形式 更重要的 是 大家一直在肯定的 那个修为 怎么不容易 面对小白 我们都经常面对 能够有一些 一个更懂的想法 政委用的一个词 这个词 略语示号 Rose is better 也许我们都可以来共享 祝福再一次的掌声 谢谢今天政委 花了这个时间 给我们很好 谢谢 恭喜副长 为我们担担感谢状 感谢南政委委员 海豪之中抽空前来 并带来如此精彩的演讲 请部长其谈封委员 是可以去游链 谢谢 我们担担一下 报告 在大家右手边 有一个大会主题的 这个合影区 那我们邀请部长跟政委 来拍照 那等一下休息时间 吃饭时间 我们也欢迎校团 过来这边拍照 好